曼联俱乐部是不是应该去拜一拜了 国际比赛日结束五大联赛回归了 英超曼联队将在本轮迎来劲敌布莱顿 比赛场内的事暂且抛开 红魔这个场外新闻真的是太热闹 往前数格林伍德的官司结束之后 球队拖了很长时间 最后选择跟这位清训的希望之星割席 最终格林伍德是转会去了西甲的皇家社会 即便这样曼联俱乐部在这件事情上的公关处理 仍然是被很多球迷所诟病 那么接着又传出来巴西的边风 安东尼的家暴丑闻 最坏的结果他也有可能不格林伍德的后尘 现在安东尼是留在了巴西暂时不归队 竞技层面其实已经给球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因为客观来讲 这个赛季的安东尼是处于明显的状态提升的势头中 另外还有这个前队长马奎尔的舆论风波 因为在俱乐部和国家队表现不佳 针对这个拙劣的马奎讽刺谩骂之声 在这两个赛季一直是不绝于耳 其实马奎尔本人的表现还算职业 一直是默默承受兢兢业业 所以还能获得一些民宿评论员的支持 下窗他没有选择转会而是留队 可能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因为主教练腾哈格呢 其实已经不再信任马奎尔 那么这一次呢 马奎尔代表英格兰队又一次打进乌龙球 再一次被骂上了这个风口浪尖 这一次呢 是他的母亲受不了了 坐在场内看到 听到自己的儿子遭受语言暴力 确实一般人都承受不了 但是这位母亲呢 公开发生反击 非但没有给儿子带来好的影响 反而继续让各种网报是甚嚣尘上 回到俱乐部呢 继续坐板凳 反而看上去成了一个避风港 冷却一段时间 其实换个环境 可能对马奎尔来说是更好的 那么曼联俱乐部也真的是流年不利啊 各种坏消息都赶到一起了 甚至连这个伯格巴服用禁药 都被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啊 把他跟这个前东家 曼联扯到一起去讨论 伯格巴其实已经是尤文图斯的队员了 只能说这个前曼联的主教练 福格森和穆里尼奥啊 看人识人还都是挺准的 那么曼联这家俱乐部啊 确实和其他的球队不太一样 首先他以前是靠着出色的成绩 在全世界范围内收获了众多拥顿 是球迷最多的俱乐部之一 现在呢 即使成绩不佳 也依然是这个网红流量队 没有风吹草动呢 都会被放大去讨论 另外曼联俱乐部呢 更像一个上市公司 事实上呢 他也确实上市了 成绩只是一方面 美国的这个格雷泽家族呢 更多是把曼联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 要对股东负责 而不是对球迷负责 这一点呢 老刘本人当年到曼联参观的时候 就深有体会啊 今年夏天呢 曼联的所有权转让这个事啊 也是发酵了很久 最后呢 是没有了下文 也让不少的红魔球迷很失望 现在只能寄望球队啊 能够在腾哈格的带领之下 成绩有所提高 能不能复兴都另说了啊 想要达到福克森时代的高度 更是不能奢求 那么先争取拿下 今晚对阵布莱顿的这场比赛 给球迷一个安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